你一个新人才刚才就乱七八糟的 你就多大了几年,拽什么拽啊? 欢迎收看每周嗨一下今天 嗨什么? 因为今天是我倒职的第三个礼拜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聊聊职场新人的NG行为 很有胆哦,我们要顺便解释一下你这个新人有没有NG哦 天啊,我开始后悔我做这个主题了 来不及咯,我们现在就要马上来进入状况了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职场的NG行为吧 第一个,批评别人或是说别人坏话 我觉得这个其实在哪里都一样 就是尤其不要在厕所 厕所真的是 我在国中的时候在厕所讲了老师的坏话 然后老师就从厕所里面走出来的那一刻 我就再也不在厕所讲坏话了 我也有遇过类似的事情 所以我真的不要在别人的背后说人家的坏话 在职场上没有所谓说真话的朋友 要是传出去哦,上司对你的眼神会整个很不一样 这个人都在背后讲人家坏话 对啊,再来第二个是你要多倾听别人讲话 不要自己说自己的 自己说自己的,这个你知道是没有的 这个我还好吧 对啊 我会听你说话 对对对 我很乖吧 但其实很聪明 不怕就学会了 对,我有听我主管的话 但自说自话这一点会让人家觉得它是神经病吧 自言自语吗 自言自语的部分有点怪耶 根据研究显示,一边自言自语边工作的人犯的错误可以减少78%哦 哇,这么高哦 身为公司的新人啊 大家一定都会对你有很多很多的好奇 对 然后就会给你八卦问你说 啊,你住哪里啊,你有个男朋友啊 这些我们都有问过 对,没错 但是当人家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一定要反问人家说 诶,啊你最近怎么样啊,过得好不好啊 这样让人家感受到 哦,你不是只在乎你自己 你还有在乎到他人 没错 对 很聪明 好,第三点呢 就是不要至少门前选 你自己分类的事情做完 你就要主动问一下你的同事说 诶,你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啊 诶,我觉得这一点很不错耶 对,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没有做得很好 因为等我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完的时候 你们就已经把事情做完了 但是是这样也动作实在太慢了 但是刚开始进来大家都会对曼这个蛮有包容的啦 但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蛮有感的 就是呢,因为蛮多人可能刚进来就忙着做自己的事情啊 当然也是,除非是因为我们工作真的太忙了 所以安琪需要时间去把它适应 但是有一些工作其实他没有那么忙 我绝对不是在特指什么 我是说部分的工作其实新人一开始不会那么重 但是呢,有些人可能忙完就开始上上购物网站啊 滑滑,line啊,聊天啊 有这种人 有这种人耶 你在说谁 没有,我没有在说谁 反正就是我听到周围的朋友 有些人会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然后这种时候就是会让 主管很神气 对,一定会觉得你没有表现出你的积极性啊 因为毕竟刚进来嘛 好 但安琪没有哦 安琪没有哦 我还是会加快我的速度的 安琪你已经很厉害了 因为我们安琪是 不,我们安琪还没有拿到毕业证 诶,这可以加快 可以可以 你知道是,应该不会犯法吧 没有 所以他竟然三月修完学分之后就开始疯狂找工作 然后呢,六月拿毕业证书,他五月就来入职了 让我们为他护照 好,那我们再来看第四点 别总是抱怨 不管在哪一个场合 爱抱怨的人总是会让人家觉得 嗯,好讨厌哦 不讨喜 对,不喜欢 但是我觉得这一个点 有时候难免会悄悄抱怨一下 如果自己一个人always,那还好啊 但自说自发这一点会让人家觉得他是神经病 应该新人也不敢对着说我的工作也太多了吧 应该不会有的时候 但是我有跟你们说,啊我回到家我就死在床上 哈哈哈 这个还蛮合理的 因为你知道那个Cassie她 她有说她刚来的时候也是就是半夜 就是假日的时候就是做噩梦 梦到自己没有写完佩谷的脚本 我半夜会惊醒的那一种 然后 我们工作压力真的还蛮大的 我们到底 但我们没有压榨他们啊 其实我们工作量真的有一点多啦 偷偷抱怨一下 诶 怎么办 直接中一枪 没错 好啦,那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点 上班时间压线打卡 这是最基本的 对 我自己觉得这我做的太不错 因为我不喜欢事情都挤在一起 所以我会提前一个15分钟到半个小时先来公司 我觉得这样刚刚好 你呢? 我没有啊 我大概提前10分钟而已吧 但我不,除非那天下雨的话她就会迟到 我不会迟到我会晚一点点 可能57分的时候 但是那个什么 上班时间压线这个我们主管有特别表扬 有特别私下跟我说 她说 她都很早就来 真的假的 对 然后就问我说 为什么她很早来 但是 她还是没有做完 诶,等一下 然后她就问我说到底是什么问题 我就说 应该 应该只是她还没有适应吧 所以 的确啊 你现在适应就很快了 对 没错 没错 你还知道什么 新人的NG行为吗 赶快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 最后也帮我们按个赞吧 每周看一下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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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